爱抱歉 只想再多看你几回 你终于还我到了 红菌一百心碎 它会一香碎 却刚好够我愿认你的美 阿菲 你见不见 给你个惊喜 给你 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刀啊 不是 你这 我当天答应你 送你一把刀 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了 你哪儿来的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啊 这是一把耐用的刀 应该能改掉 中旅项里那段 刀到老毛病了 细微 细微 是天亮前的微光 我则觉 只可以突破黑暗的希望 我希望你以后 我希望你以后 终渐破晓 你终于还我到了 红菌一百心碎 它会一香碎 却刚好够我愿认你的美 雪冰糖又三味 若未等知你已归 秋葛二十年后再爱你 也算无悔 这一般怎么说 也是江湖四大探子之音 里面卧乎藏龙的 我劝你打消念头吧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我就是阴家之子 所以殷佩不惜性命去付的这个仇 就是一个笑话 事不宜迟 我们先去霓裳夫人处看看吧 当年在沙虎口的时候 你和李大侠是不是救过一个婴儿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婴儿去了哪儿 是给英文蓝前辈了吗 英雄啊 这孩子你还是带回去吧 在这儿不知道受多少苦 来 来 你看到你怀里就不哭了 是这样吗 坐下吧 比较容易抱一些 你看 到你怀里真就不哭了 不哭喽 长兄给他起名字了吗 救下他的时候 他的脖子后面有一个佛牌 上面是刻了字的 好 让我看看 单字一个佩 佩儿 只是他资质不好 恐怕是习不了武了吧 哎 学的和我们这些武夫一样不好 不如将来好好读书 谋个一官半职 说不定 说不定还能够济世救民呢 夫人 所以那个孩子 真的是英佩 是 可惜 他还是有负我们所亡 宿命一般 最终未能长成个救世纪民的英才 倒是我们逆天 也许就不应该救下那个死胎 救下他是我造的一个 你 闪开 你闪开 山川剑谱 之所以只传给殷氏子弟 那是因为殷家皆是邪非迈 迈向异于常人 刑器运穴都与常人不同 山川剑谱 只有在殷氏子弟手中 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骗子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骗子 殷佩 看在 你是我当年亲手抱回来的份上 今日之事 我可以当它没有发生 当年的事 我也都会忘了 臭小子 这凤凰丹的味道真是不错啊 你还有吗 都给我 都给我 你 又是你啊 你我还真是有缘 上回让你侥幸逃脱啊 这一次 我看你往哪儿跑 童天遥 殷家庄的时候以为你死了 没想到你命这么大 那带多谢青灰真人 这颗凤凰丹 剩下的凤凰丹呢 最后一颗 给他吃了 没错 这颗凤凰丹 现在就在我的肚子里 怎么 你也想要这颗凤凰丹 童天遥 你几次三番烧我四十八寨 杀死我父亲 害死王老夫人 杀人偿命四个字 你知道怎么写吗 我想起来了 就是你们四十八寨 那臭老太婆 不自量力多管闲事 你在这儿等我 这儿等我 我 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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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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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哥